亦亂情迷的开始偷摸人家 还以为要亲上去了 等一下我真的是太开心 所以流下了眼泪 Sawadika Long Long Naka Hai 大家好我是Long Long 那我们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的 OG时间了 也就是一起看Nami的日子 那我们一样来回顾一下上一次的内容 那上一集的部分呢 主要是围绕在学运的部分 那我们又分支出三条线 那第一条线就是 Yu Jin跟Gang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还是没有解开来 那第二条线就是 又可跟他的警察插画家 这一对有点变态的情侣 我觉得说变态应该不为过 才刚见面 就已经要在床上 宽衣解代了 他们两个发展是 以火箭在标述 那第三条线 则是我们的Shaun跟White 他们两个一起在彩虹旗下面浪漫 一起赞成LGBT族群的 Marriage Equal这个议题 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浪漫 而且非常感动 那我们这一集 听说主要就是 又可跟插画家这一对的进展之外 我们Shaun跟White 也会有非常大的感情线 超级期待 而且上一集画面就是停在 他敲门去找他嘛 在房间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第八集吧 Let's go 好的 第八集结束了 那刚刚刚看完两次的文系 现在要来回顾一下 这一集的内容 如果我要给这一集一个评语的话 我会说这一集就像是 一个云霄飞车 就是高潮迭起 但是也有比较低沉的部分 第一二段不用说就是非常的high 第一段的部分就是Shaun跟White 他们两个在Black的房间里面 彼此打开彼此的新房 应该是说打开Shaun的新房 让两个人彼此有更靠近一步的关系 在上海意外的得知 他就是White 这一点让他更放下心去追求他 虽然好像没有到追求的部分 就直接进入青青啦 但是这又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知道他是White了 那这是第一片段的部分 那第二片段的部分 就是在讲Yoke跟他的警察插画家 这对变态情侣也是在做心灵上的交流啦 那第一次见面就开始脱光衣服 这一点也是 像火箭一样快速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过程啦 就是直接从陌生人跳到情侣这个部分 我觉得负CP的部分应该是不用太担心 那第三段的部分 也就是OF他最喜欢的片段 跟Tawi对峙的片段 那这一段整体来说比较沉重 也特别彰显了Tawi这种人的可恶 以及更加加深了上他想要复仇的决心 那第四段 真的是不用说 真的是爱惨 爱惨 从冤家跳大概一小格的暧昧 然后直接跳到接吻 所以在第一次的理解上 在情绪的理解上我有点不明白 但身为一个baby 觉得这个吻系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满足 但是也就像是我刚刚说的 是因为我觉得Sean他知道了 White就是White本人 所以他才会引发他这个情感 那他应该也是保留了Sean本来就喜欢White的这个设定 所以他的情绪才会这么的跳 那照这样看来 其实White也不排斥Sean 所以就这样子 Sean跟White就一直这样走下去吧 这个吻系真是太唯美了 这一集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精彩的片都在里面 像是预告出现的装睡吗 还有捆绑的部分 还有Sean跟Tawii对子的画面 那再来就是预告跟导演 就是完全还没有透露的吻系的部分 这一集真的是大满足 我看得很开心 我相信这一次的七年大家应该是会比较 不那么煎熬了 因为可以反复观看这个甜蜜的画面 但是还是想要看更多他们谈恋爱的部分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reaction啦 of gone is real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